每次市面上有什么新的投资工具出现 总是会有人问我说 欸Spark 这个值得吗 可以投资吗 利息和其他的比起来 OK吗 安全的吗 但有时候这些问题 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解释清楚的 所以今天的这一集影片 我想要来和你分享 在不同的情况下 应该怎么决定自己的钱要放在哪里比较好 但是在这个之前 先感谢我们的赞助 此影片由 Suma Digital Mastery Academy 赞助 数码时代就该学习专注于数码领域的工商管理 Suma提供两年的UK Diploma in Digital Business课程 帮助你在未来进行网络创业 和帮助企业进行数码转型 在毕业后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人才 SPM两个A以上可获得50%奖学金 六个A可获得80%的奖学金 八个A可获得100%全面的奖学金哦 现在报名入学就送MacBook Air送完为止 填写简介里的表格获取优惠和了解详情 机会难得快快跑哦 大家好 我是Spark 在网上我就看到 讲哪里的回酬高就把钱搬去哪里 过几个月看到另外一个比较好 就再把钱搬过去 这个是很多人会做的这个做法 但是很多人根本没有想过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 没有跟着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放钱的地方 做错的话收益少也就算了 还可能要用钱的时候拿不到钱 不然就是被迫亏钱卖掉 所以接下来我会以不同的存款的目的 来和你一个一个讲 怎么样的工具是最适合的 我们可以把我们每个月赚到的钱分成几个不同的部分来放 有一部分是用来做这个日常开销的 另外一部分是用来做储蓄的 当然储蓄也有很多种 有的是这个短期储蓄 可能是明年要换手机的钱 有的可能是比较长期 像是过几年要买房 有的是要存来退休的 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存法 如果说你要一个安全的地方来存钱 不考虑利息的话 那这一集影片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因为你就开一个普通的储蓄户口 不然就是放在家里的这个床底的这个卖楼店就好了 就没有别再看下去 所以我们就需要先有个共识 就是要让我们的存款发挥最大的用处 得到最大的回收的同时 也要平衡好风险 有了这个前提过后我们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第一个 日常开销 对我来说这个日常开销有两种做法 最基本就是 普通的这个银行的储蓄户口 那种几乎没有什么利息的户口 每个月就从里面提款出来花就是了 但是我个人做法是这样子的 还是会有这个基本的储蓄户口 但花钱的时候 我用的是这个信用卡和这个电子钱包 因为我住在的是这个首都圈在吉隆坡 所以几乎每个地方都能够用这个电子钱包付款 或者是用信用卡来买单 基本上不用什么现金的 这样子做有两个好处 第一 既然普通拿来花钱的这个储蓄户口没有什么利息 这样如果我用一个有cashback的这个信用卡来做我的日常开销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我就是赚到了利息 而且这个cashback可能还比一般的这个储蓄户口甚至定期还要多 假设你一个月生活费是3000块 放在储蓄户口的话一个月不到1块钱的利息 但如果是信用卡有cashback 算1%就好都有一个30块 如果你是用这个电子钱包的话 也是有这个积分的 不过这个积分的价值就不是很大 可是好过就没有啦 那说到积分 我平时最喜欢累积的积分的信用卡是那种可以换飞机票那种积分 变成我就可以免费出国 不过这个我一般不建议普通人用 它的门槛比较高 然后也要花很多的钱才换到一张飞机票 那我喜欢用信用卡或者是电子钱包最大的原因是 它帮我做这个记账的动作 只要打开这个账户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每天的开销 花的这个伙食费是多少 花来交通钱是多少 如果下个月想要调整一些开销 我也知道可以从哪里下手 而不是单纯的 所以我告诉自己说 不 我不要存钱 然后怎么样存钱也不知道 至少我会知道原来上个月我有吃了机餐是超过平时的预算的 这个月要注意多一点点哦 因为如果说要积极地去记账的话 真的是没有几个人可以坚持下去的 所以用信用卡和电子钱包消费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那讲完了花钱的部分之后 来说一说存钱的部分 先讲短期储蓄吧 比方说你明年想要换一部手机 或是年底想要去一趟旅行 这样子的钱还存在哪里 当然最简单的是 你可以不用特地找一个地方放 直接存在你平时进薪水的户口 但就像我前面讲的 我们要的是 用钱最大化 就让我们明确知道 距离我们要用这笔钱还一段时间 那就要好好利用这段时间来创造利息 那这笔存款有几个要求 第一 要有这个利息 第二 要用的时候可以方便提款 第三 因为短期年就要用到 风险不可以太高 最好要能够 保本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几个不同的选择 第一个是定期存款 很直接的 你存入一笔钱满期过后 它就还你本金向利息 直接根据你这笔钱什么时候要用 就存多久这个定存就可以了 比方说你明确的知道 明年的今天才有用到 就直接存那种一年的定期存款 不过 如果你的存钱的方式是那种 每个月从星期里面 拨一点去存 比方说 你明年的今天要去旅行 就再来每月存200块 一年存2400块 这样的话 定期存款就没有那么方便了 因为如果你想要这个利息高的话 就需要存一段的时间 时间短的话 一般上利息都不高 所以就有了这个第二个选择 叫做 MMF Money Market Fund 算是基金的一种 回收的话 和定期存款差不多 风险是属于偏低的 一般上不怎么会出现这个 亏损的情况 而且利息是天天算的 中间可以随时加钱 要谁也可以这个随时提款 算是符合前面讲的那三个要求 有利息 方面提款和保本 风险很低 就不怎么会出现亏损 那如果你真的担心 MMF会亏钱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叫做 ASMB 一个有政府担保的基金 这个基金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 浮动价格的 一种是这个固定价格的 浮动价格的话 就和一般的信托基金 没有什么两样 就跟着基金里面的这个 股票浮动的价格 有可能赚钱 也有可能会亏钱 买的时候还有各种的 这个销售费用和管理费 老实讲 就没有到很值得 那固定价格的ASMB呢 顾名思义 固定价格的就是 价格固定不变的 OK 你可能不是很懂 简单来说就是 你今天100块买进去 你要卖的时候 还是可以保存卖100块钱 不用担心会亏掉本金 而且在你持有的这段时间里面 还可以存到利息 以过去几年的派系来说 一年大概有4-6%左右 是比一般的这个定期存款还要高的 不过 SMB有一个缺点就是 很难买到 SMB里面一共有10多个不同的基金 固定价格的有5个 其中2个只开放给土足购买 非土足只能有3个选择 因为数量有限 利息又还蛮不错的 所以也不常有人卖 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 就需要比较有耐心一点 先开一个账号 然后登陆他们的APP 时不时进去看一下 有没有货可以买一点一点累积你要买的量 长期储蓄的话 一般上是5年到10年这样的 比方说出社会过后要存钱 买房买车或者结婚这一类的 会用到蛮大的一笔钱 然后是需要长时间慢慢存的 因为时间够长 所以可以去到一个中等风险的投资工具 最好的选择是 稳定性比较高的这个股票基金 有两个我觉得不错的选择 第一个是REITS 就是房地产信托基金 基金经理集合了投资者的钱过后 就拿去买这个房地产出租 赚到的钱再拿来分给股东 另外一种是ETF 交易所开放式基金 也叫做指数型基金 你买的是不同指数后面所在追踪的股票 就像一般的股票基金一样 一次过买了一堆的公司 而且是好公司 因为指数型基金 ETF是被动式基金 管理费和一般的信托基金比起来 是少很多很多的 购买的手续费也是和一般的股票一样 是很低的 以最出名的ETF 最终美国500家公司的指数 S&P500这个ETF SBY来说 虽然市场有上有下 但长期来说 平均到来 每年还是有一个8%左右 这个也是为什么 这个适合长期投资 不适合短期投资 因为这个股价短期是会波动的 但长期时间的这个投资 短期的波动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那有些人的长期投资 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一个明确的目的 叫做 帮孩子存这个教育基金 如果这是你的目的的话 有一个更加好的选择 叫做 SSPN 这是政府推行 鼓励大家帮孩子 储蓄这个教育基金的一个储蓄户口 有保本 而且利息也不错 以过去的记录来说 差不多是在这个4%左右 但这个不是重点 最重要的是 帮孩子存存在SSPN 是可以扣税的 每一年最多可以有8000块的税务减免 所以如果有孩子 经济能力允许的话 最好的做法就是 开一个以孩子为受益人的户口 然后每年存8000块进去 假设你现在的收入需要给一个10%的税 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存8000块的动作 一年过后你的钱只会剩下7200块 因为政府会给你拿去这个800块 但是如果你好好利用这个SSPN的话 你的钱不止不会因为给税而减少 还可以赚到多每年4%的利息 甚至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会说不管你有没有要帮孩子存交易基金 直到你有孩子你就应该这样做 因为扣税再加上这个利息的双重好处 真的是没有理由拒绝的 不过这里有要说的一个前提就是 帮孩子存SSPN的税务减免不是永久的 这个扣税的优惠是从2007年开始 每一次都有讲一个截止日期 但是每一次都会延期 在今年3月27号的时候 首相就正式讲这个 扣税的这个优惠取消了 以后就没有得扣税了 结果才隔两天就又优了 将延期到2024 所以目前是还有得扣税的 那会不会明年再延期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趁现在还有优惠 那就不要错过了 这个是存来最久才会花的钱 等到你退休没有工作了 才会拿钱出来花 如果你是绝对保守者的话 那直接把钱存在这个EPF 就是最好的选择 利息稳定 有政府担保 那唯一的坏处就是 那个钱看到摸不到 要等到法定退休年龄55岁 才能够全额提款 那既存的话呢 这笔存款要放对地方有几个重点 第一 因为钱要等到老的时候才会真正用到 所以短期内的波动其实不用太在意的 第二 既然短期内的波动不在意 这样可以尝试风险相对比较高的这个投资 比方说投资个股 学习这样子分析股票 然后找到几家可以长期投资的公司来投 如果怕投资个股选错会亏钱的话 可以像上一个部分长期投资提到的 直接买EDF 也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直接买了放着 实际上不考虑买入的时机 存到钱再持续买 只要时间够长 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大错误的 都是有很大的机率会赚到钱的 可以让你在你退休的时候累积到一笔不错的钱 在讲完了一般的储蓄 短期储蓄 长期储蓄 甚至是退休的储蓄之后 再讲一个不一样的 叫做 紧急备用金 如果你有上过我们的这个理财课程的话 应该对这个紧急备用金不陌生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紧急备用金放哪里才是最好的选择 先想想什么是紧急备用金 所谓紧急备用金 最重要的是 紧急的时候可以立刻派上用场 比方说忽然要一笔医药费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 保险还不肯定能不能够索赔 需要自己先电热线 或者汽车坏需要维修 等不及的那种 今天要就是今天要有 那就要立刻可以拿到 连这个等这个银行process期间 都等不及的那种签 如果不计较利息回酬的话 存在普通银行的这个储蓄物口就可以了 甚至夸张一点 存在家里床底的这个卖楼店也是OK的 但是我这个影片是要用这个 钱最大化 所以还是要找一个最适合的地方来放 以一般的储蓄方案FD来说就好 虽然这个当天可以拿到钱 不过就有时间一定要去银行 而且银行就要一天有开才可以啦 如果周末你急用钱就拿不到 ATM不能够只拿到这个FD里面的钱 买这个MMF之类的话 就需要等两到三个工作天才能够出钱 所以那怎么办呢 有个地方很少有的会注意到 那就是 EFD 线上存FD 直到你有一个银行上户 基本上就可以 线上开一个EFD户口 然后把钱存进去 想要提款的话 直到打开Ebanking的网站 把EFD里面的钱转去一般的这个储蓄户口 然后再去银行ATM拿钱就可以了 就算是周末银行没有开 也不是问题 真正做到紧急备用金应该有的效果 紧急的时候可以立刻提出来 不用等银行process 这样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那个钱当你把它放在这个EFD的时候 这样你就会当作你没有了这笔钱 就不会不小心地把它花掉 这里我做一个总结 为了让我们的储蓄能够最大化的创造利息 我们可以把平时的存款 根据不同的目的存放在不同的地方 越短期的存款就越追求保本 长期储蓄的话 因为短期内用不到 虽然有点波动都是ok的 日常开销的话 就用一般的这个银行储蓄户口 但最好的话 是用这个电子钱包加信用卡的方式的消费 短期储蓄的话 普通人会选择用FD 但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方式是 放这个MMF 长期储蓄的话 可以稍微有点风险但又不能太高 开一个股票户口 然后买RIX 或者是ETF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有孩子的话 不用讲那么多 SSPN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是要存来退休的钱 还是用股票户口来存 有学过的话 可以买个股 不然的话买一个ETF 对方来说已经是很足够了 最后一个就是紧急备用金 因为要用到的时候 需要随时可以拿出来用到 这样的话 EFT是最好的选择 就是这么的简单 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 知道接下来要怎样存钱 才能够最大化使用自己的钱 如果你ETF当中提到的什么东西 有什么不了解的话 我准备了一些连接的文章 或者影片的链接 放在下面 你可以点击剪辑里的链接 来了解更多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你的话 就按一个赞给我知道 还有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起来 记得一切 好久不見